说起凤凰传奇 是杨卫玲花 曾以组成内地演唱组合 2005年凤凰传奇在星光大道 获得年度亚军 同年推出首张专辑《月亮之上》 开创民族流行风 类型音乐先和2007年发行专辑吉祥如意 2010年举行和唐月色北京演唱会 2012年演唱的歌曲《最炫民族风》 获得百度音乐 2012时大金曲冠军 他们这支组合的歌 可谓是广场舞中的热门曲 街头巷尾到处都是 不管老少对他们对歌声都是耳熟能详 凤凰传奇可谓是内地火了很久的一对组合 也是最接地气的组合 凌花是凤凰传奇的主唱 她是一位来自大草原的姑娘 用自己高亢激昂的声音 演绎了一首首民族歌谣 很多人吐槽曾义的存在感很低 在里面一直只有悠悠的哼两句 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她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做自己的音乐 说到曾义的妻子 曾义真的是个很幸福的人 她与妻子李娜一见钟情 之后就低调结婚了 妻子长相甜美 身材高手 完全可以出道了 而且李娜的偶像本身就是凤凰传奇 嫁给自己喜欢的偶像 也是幸福这带了有这么娇美的妻子 怪不得跟凌花擦不出来的火花 好在俩人现在各自婚姻幸福 你们觉得呢